台上致詞提到父母和妻子難得感性落淚 前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貨班攀文冤獎 不忘關注台灣體壇盛事 很棒 十二場棒 全世界第一名 台灣很多東西都可以是全世界第一名 不見得是半導體 退休後的劉德英包袱變少了 話匣子大開 談到川普上任後 對台灣業界的影響老神在在 不會有什麼變化 因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的利益 跟美國半導體產業利益 基本上是類似的 其實是互補 所以大致上應該不會太大改變 而且是互利的 劉德英還說 前陣子去了趟美國 決定要成立智庫 研究美國產業政策 我想我現在很想創業 洗貨精酸享受天倫之樂 不過台積電創辦人張中謀自傳中提到劉德英 當年拒絕接下七十人小部門是錯誤的迷思 倒是為哲家欣然接受 他也首度回應 卸下台積電董事長身份後的劉德英 有問必答也讓外界看到他不同於以往 更加柔軟的一面 三地新聞 張庭祥 台北報導